Hello 爱奇艺international fan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孔雪安 我是燕子冬 Let's chit chat 自己拍嘛 我还没有拍过那个现代戏 主要是 所以我就是 因为我一直小时候很喜欢那个古装嘛 然后也拍了就是两三个 就是其实已经也很快了 然后都体验过了 所以我现在就很想体验一下现代戏 我是比较喜欢看古装剧 然后比较喜欢拍现代戏 因为化妆很快 我想演警匪片 那种香港无间道那样感觉的 就是那种有斗争 然后那种很撕心裂肺那样的 眼神戏这样子很刺激 我是也是比较想拍警匪 或者是悬疑类型的 嗯 对的 都喜欢 我也是还可以 就是我觉得NPC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经常玩游戏嘛 然后就是NPC一般都是站着不动的 然后这回你演一个活生生的NPC 而且戏里边也有一场戏是那个 我同事抓住他们两个 然后站在那里不动 然后他们两个在对话 在做任务 我全程都要不动 一动不能动 然后我就看到 眼也不能眨 对 都挺好喝的 都挺都挺好的 而且还有就是你可能跟这个没有 他们也会给你们拉在一起 我有看风起 落瑶 风起落瑶我也看了 风起落瑶看了 我刚刚说我一定得带着我的朋友跟我一起追剧 一堆人追剧 我得要分享 我得要说话吐槽 那我跟你是相反的 你选一个人吗 我必须得就是想要认真看下去 必须得自己一个人看 这弹幕很搞笑 就是包括我看那个就是不动的那一条 然后还有就是弹幕很多人都是飘平 他就想让你看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很多都是 还有像什么那个你化妆的很多地方 就说他为什么脸化这么红 我们对大家代入感真的极巧 就是那个美人脸上很红的那场戏 还有刚开始我也是有一个 我记得给人家化妆 然后好像给人家化丑了 然后好像就是也有弹幕说 他为什么这里要点一个物价 他为什么这里什么这样的 也是挺逗的 这句话确实是挺感人的 就是看剧本的时候觉得这句话 它像是一个整体前半部分 很多内容的一个总结 因为也是我是觉得是对齐冠一来说 是一个他最后他临走前 就是把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 感谢他一句话说出来 我觉得就是他就跟人一样的 有遇到自己值得珍惜 然后很珍贵 然后是一个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觉得生活中 很多都是很浮躁或怎么样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跟你 就是你很珍贵的东西 然后你很想守护的东西 我觉得他就像他有个这么样的一个支柱 我觉得是很感人的 我觉得都是就是挺 因为我最早就是说是做歌手嘛 而且我们歌手就是 虽然平时排列的时候是累的 但是台上其实也就那个撑死一个小时的像演唱会这样 然后要不就三分钟就是个 而且就是一个很快速可以呈现给大家 这么样一个很惊艳的舞台 或者一个成果 但是这拍剧就是会可能比较磨人啊 一拍就几个月这样 而且现场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么磨 而且等啊 然后情绪啊什么的 其实是是挺就是挺锻炼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是不一样的 呈现出来的作品跟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尝试 这个真的我因为说实话我拍戏之前 我没看过你的戏 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才能拍之前先了解一下他 我就看了你的舞台啊什么 看了因为之前就知道 然后看了一些舞台什么的 但是看完之后 我就就是有也有聊说 就是孔雪儿他很喜欢什么 他们说很喜欢美妆 我说这简直就是跟这个角色就是一毛一样 然后之后就是就是心里先安心了一下 那个进入的感觉其实他融入的还挺快的 我就是觉得一半一半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天赋的话 可能第一次演戏不会上很多弹幕 包括网友看都觉得还不错很好 很敬业 然后专业也很好人也很好 缺点可能 太忙了吧他也 所以我们就是见的那个时间比较少 我觉得优点是就是因为很好相处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优点 缺点的话我觉得是爱美 他对就是自己的每一个地方都很要求很高 我觉得要求很高的时候 这个感觉 这个地方可以没有必要要求那么高 对可以放松一点 就有的时候太紧绷了 ok的 挺快的 很好的 我们那个剧组大家都相 大家分别都很好 都很好 成长就是我感觉就是 有尝试一些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吧 比如说拍戏 然后也有以前是跟团体活动 然后最近也是自己活动 就是也是心态上什么样都有一个成长 现在自己也可以独挡一面 就又进阶了一段这样 我是觉得这一年过程中拍的每一部戏的角色 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成长的 那个《潇洒沙青》的时候 我迟迟好难过 超级难过 我跟我好多朋友说 我说我很难过 你走不出来 就还是挺新奇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自己什么剪辑出来的这个样子 然后你是另外一个角色这样 所以都还是 对于我来说 就怎么样 我都是抱着那种挺好的心态的 感变很大 会想的 我也会想的 我们家有群 那个群还挺欢快的 就是我妈妈什么都会往里 po那个小视频 比如弟弟在那吃面包什么的 这样都发进去 我也比如说干嘛都发进去 我也是我家里有群 然后我的最新动态也家里都是在 微博上知道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只说一些 今天怎么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我没有说什么 我杀青了 我明天要去干什么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就家里去 看这个人发 你好像要去干什么干什么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 然后也希望大家新年可以快快乐乐的 然后赚大钱哟 然后希望海外的朋友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在空闲之余 多看我们的新戏 然后多评论 多互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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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